大家好,我是包子 我是泰哥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 總之Live在House Yeah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第26集 總之Live在House 我是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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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今天是泰哥 我是泰哥 你好 但是很重要的是 這個節目是 Saber Project Praject De 計画 De Urkuri Itashimasu はい はい 好的,這個鬧句可以聽 哈哈 辛苦了 哇,辛苦了 辛苦了 日語夢真的是很難圓滿 對啊 當初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有聽說 日語是唸起來最好聽的語言 然後 然後 你知道我們這種 聲勢 對於 日文有一些迷思 跟 奇想 嗯 所以我就去 奇想是什麼 哈哈 我也願聞奇想 綺麗のファンタスです 所以我就修了日文 嗯 然後 真的嗎 然後我在 跟 旁邊不認識的 別系的同學 在本組對話的時候 他問了我一句 類似 我忘記什麼 什麼 什麼 東北ですか 嗯 那時候我睡著了 然後他還很熟住 不錯 就一直這樣看著我 我為什麼睡著 不喜歡上課 我忘記什麼 就是這樣 就 然後之後就 我的所有日文 都是 看 綜藝節目學來的 好恐怖喔 對 綜藝節目 我們不走那個路線 沒有沒有 我們不走那個路線 我們走認真的 什麼路線 我們是知識性 你剛剛說走什麼路線 不走什麼路線 我們不走綜藝行路線 綜藝行路線 對 對對對 太怕了 好 那 呃 我們今天的嘉賓呢 就是 因為他們的團名 是 日文 呃 我覺得 有些 就是要考考 我們的主持人怎麼念 什麼 可以這樣子的嗎 可以 可以 呃 呃 來 你先 哈哈哈 我可以怎麼辦 我們 換下一位 包擾 啊 Gestaluto Gestaluto 好由我來 Gestaluto 哇 完全都 啊 對不起 好難喔 今天 這一集就是 重要的 再一次好了 Gestal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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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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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me就是少女的意思 鷹女 喔鷹女 那我剛才講的什麼 你講的什麼 啊 這樣不重要 我不知道 好 但是 我覺得可能 你們在台灣的歌迷 是不是 很少會這樣叫 大家都 可能 就之前其實會有人 簡稱鷹女 對 對不起我到現在其實也是這樣 要不要稍微 證明一下 對 之前其實我有一些在意 但我最近就覺得 釋懷了嗎 對 然後如果你還叫得出鷹女 那還不錯 那如果直接叫 格斯塔少女 也可以嗎 我覺得也可以也可以 好 其實我不知道 格斯塔是什麼意思 那可以請 我昨天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好那請 我們來確認一下彼此的認知 相不相同 但我覺得 他講比較直覺 哈哈 因為那個定義很廣泛 因為他其實是 德國的一個心理學 然後 就是他是德文 就是 就是他是 整體不合 不代表 部分之合 就是 有點像是 如果台灣在樂團來說的話 嗯 就像 格斯塔的音樂 可能是 我跟毛毛 可是我跟毛毛 可能 拆開來之後 又是不一樣的 個體這種 嗯 就是 喔喔我好像懂你意思 對對對 這真的是比體熊 真的還要深奧很多 對對對 什麼爛團名 結論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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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老包老 呃 Mikang最近這兩天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叫我包老 就是 對 我爹人年紀大了他滿多的 對 包子老師的意思 呃 心難接受 因為你跟其他人都會說 不要叫老師 對請教我包子就好了 然後他就還是會說 那包老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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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我跟媽媽 對 我跟媽媽 對 呃 格斯塔少女是 呃 台灣算是比較少見 真的是全日文創作 嗯 對 那其實除了日文創作以外 他們連所有的 任何一件事情 行銷 呃 外在風格 什麼等等的 也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日文走向 呃 我有注意到你們的發文 就是除了這種以外 還是會有一段是 日文 嗯 那 其實我 我最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聽到這個團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點 納悶的 就是 我 為什麼 就是就是如果說你是很喜歡日本的音樂 可是其實你好像也不用 就是要 要 要徹底執行 對對對 你還是可以用台灣的語言 就是還是 然後我想說 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也訪問了 蠻多 嗯 就是 使用 呃 使用比較原生語言在創作的人 像怡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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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沒有語言 嗯 呃 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語言 就是可能 後來就覺得應該是因為 對於 米卡跟毛來說 日語 是一個他們 相對來說 有特別 情感 情感或特別回憶的一個語言 那這件事情跟創作 理念上來說 可能會更容易可以結合 嗯 對 所以就會是這樣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所以 也會好奇說 還是是因為你們有在日本生活過 還是怎麼樣 就是為什麼會選用這樣的方式 嗯 我覺得是 音樂上的脈絡 就是 像我們喜歡的東西 就喜歡樂團啊 可能就是從那邊傳承過來 然後我自己 是從 高中的時候開始創作 然後那時候就是覺得 自己寫的歌詞 有點不想要給 就比如說我寫好一首歌 喔 然後我寫歌詞 我不想要讓 我的朋友們知道說 喔好可愛 真的嗎 然後 因為 就是你如果真的寫出來 就是被朋友知道的話 就有點 變扭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說不然我用日文 就是剛好那時候也在寫 就是學日文跟學吉他的那個 時期是一樣的 就是高中那時候 話說打個差 我想說有寫過歌詞 然後我一直拿給大家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真的 你寫歌詞 有啊 我也想看喔 對 這樣子 是跟關於 就是 愛情 你剛剛說哪邊 哈哈 不想講 對 我說到哪裡 嗯 高中的時候 不想被印象上的歌 然後 才開始就是可能 這個契機使用日文創作 然後創作到 就是 越長越大之後 就覺得 就是日文這個東西在 我的 跟我的性格上 其實是有連結的 就我覺得 日文可能是 我比較好表達我情感的一個管道這樣 哦 我懂我懂 可是那你在用日文創作歌詞之前 你已經表示你已經學過 一段時間的日文 還是你已經很流利了 我覺得就是一個相輔相承的感覺 因為你會想說 我想要傳達這個感情 那我該怎麼 用怎麼樣的方式去表達 嗯 怎麼說的更好的 對對對 在這個期間你就會 就是慢慢的 日文又變 對 所以你的 本能反應之下 會冒出來原 都會是日文 本能反應之下 就例如說 那個其實的回復 我覺得 本能反應之下 應該就是那個 就例如說 像假設你被 嚇到 或是 對就是 就是或者是 笑什麼 不是 有 你 就是 他都在中文歌 哈哈 別說你嚇到你也不會中 嚇到 嚇到 就是例如說 嗯 我想一下 比較生活化一點 哦 例如說 你講騎車嘛 嗯 OK好 你也不會騎車 你也很少騎車 好 騎車有什麼時候 是一定會脫口的出一些 比較 市井小明會發出的 比較不乾淨 我剛才立刻就有兩個答案 這樣 就是例如說 紅燈又轉被攔下來 嗯 或者是 你 不小心聽紅燈的時候 花手提醒他過來 嗯 大家就是你會趕 對對對 那是我的第一 對 那那對 對嘛 所以就是 嗯 這個字 你聽你講我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就是 它其實是從台語來的嘛 或是靠腰 或是 啊靠 嗯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可能比較英語系 DAM 喔我講Fuck 喔對 對對對 喔這都可以吧 嗯 我們節目是可以的 我們節目只有性暴力還有毒品之外 什麼都可以 Oh shit 就像這樣 這就是語文探討的一個 對對對 學術 這是一個學術性的節目 對對對 喔 我剛剛突然想到我騎車 我就覺得 突然下來的時候我就覺得 喔三位 三位 你看 你看 對對對 很熱啊 那你被開箭的時候會講 我才是幹 講不出話 喔是無言的那種 可不可以不要開 你這樣有成功過嗎 我插著一下 是不是 可惡 很好很好 我覺得就是 三用三用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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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剪掉 這個要剪掉 喔不會不會 好 保留真實的樣貌 對 我們下次也要試試看 其實我試過 如果是女性的話 喔 不是不是我的試過是說 我是以就是以一個 學術的研討 就是 我試著讓他理解就是說 我不是故意的那種角度這樣 不是可愛的說 好 沒關係 沒事 我真的不想看到那個畫面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對 所以你是從 高中 就開始 一邊學日文 然後一邊用日文創作 然後 那你在家裡 跟家人講話 跟朋友講話 也會出現日文的繪畫 可能是如果都是使用日語圈的時候 就是日語相關的朋友 就可能會說 欸 等一下要不要去那個能開什麼 喔 就是 欸 我突然講不知道 這次考試超級啞拜的 喔 這個還好 就是蠻窄 出社會之後吧 可能就是 工作上有會用到日文的一些同事啊 什麼 就會 可能就會 用一些日文去代稱說 就是這些東西 因為會比較快 對嗎 嗯 一個共同語言的感覺 但跟家人可能就是用台語講話 欸 喔 米港會講台語喔 米港 米港是台南人嗎 是高雄人嗎 台南 你是不是想請他試問啊 可以嗎 好 現在可以 talking 啊這次這個新歌 有什麼 想要跟大家說 會嗎 為什麼我覺得我才會聽得很爛 哈哈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意思叫做變形蟲 你說什麼 變形蟲 變形蟲沒有台語蟲 變形蟲 變形蟲 我叫台語比你好 變形蟲 就是有種蟲 變形蟲 他可能可以變很多行的款 喔 就是他在說 這些歌 他沒有 一些 一種 我會 看 他 比我好 我的 一款 去 他 他的 模様 模様 平衡 我想你小時候應該跟我一樣 真的嗎 外面的人都說我講台語沒有電動 不不不不 沒有這款台語 你做電動嗎 我覺得我做電動 好 什麼 什麼 我 我覺得很厲害耶 我覺得面上台語很好耶 泰勒是不是不會講 我 我 是不是剛一直有在演成閃躲 沒有我只會聽到我不會講 沒有我不會逼他講 對對對 我 是一個很peace的 對 不是因為這個節目有很多泰勒的彩蛋 沒有 不要 不要一次就出手很重 對 對對對 我怎麼會聽到 聽起來很有趣耶 因為我回想起來 我的生活 我從小到大的生活 全沒有 會喜歡用日文聊天的 朋友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你知道那種 直男士的下流的 玩笑話啊 那些的 對 但是不會這麼認真的 就是 但是所以 但是我發現 像我很喜歡看日本綜藝節目 然後日本綜藝節目 他們會很喜歡 在一些重點字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字幕 對 所以我 我開始學五十音的時候 我會靠那個東西在複習 然後我也 會慢慢的學習上 他們講好的語氣 嗯 對 就是我覺得生活 跟語言一定會很 息息相關 對 可是 他又不一樣耶 Mikong是最一開始 還沒生活 就 就把它弄到 創作裡了 很了不起 對啊 就是 就是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你 你第一個喜歡的歌手 或者是樂團 就是日本的對不對 第一個喜歡 對 就是例如說 影響你想要創作的 喔 欸 但我很 很奇妙耶 就是 我小時候 那在國中的時候吧 我喜歡讀廣中 是不是很奇妙 也不會 可是我只在想那個年代 喔 真的喔 國中的時候吧 國中 他好像剛剛那時候 一百種生活 喔 怎麼了 你在想 喔 我是 你會同劍喔 好 好啊 沒關係啊 繼續 好 對然後 然後 但就是 其實隨著年紀增長 然後 接觸的東西越來越多 比如說 開始學吉他啊 開始 學日文啊 你會 就是會拓展你的另外一個視野 然後就是會慢慢遇見 你 對你 你的 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什麼是你喜歡的東西 這種 就像 但我覺得我的日語 就是日語歌曲創作期嗎 應該是 SPEED 就是一個 一個 有點像是 要怎麼講 俄作曲之文 是嗎 是他們的 主題曲是他們 SPEED SPEED 一個日本很長青的 四個女生很長青的 不是不是 不是啦 你說的是 SPEED SPEED 來自沖繩的那四個吧 他說的是 SPEED SPEED 那個 那個 就唱唱它 跟Mr. Children 對比 有可能 我另外一個說法是 一個是你 一個是暗 對對對 這個新的法很好 而且我 因為我 我大學 在練習的時候 那個年代 剛好是 就是 正名靈晴在台灣 開始很多人聽 東京都很多人聽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 他跟SPEED 有做一首歌 他有 那個靈晴 cover 那個 SPEED的一首歌 對 那個超好聽的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有 就是 問一些 就是對這些事情 比較了解 因為那時候我的 團的吉他手 是一個 拉露庫的大粉 所以他對於 就是彩虹樂團 喔喔喔喔 對就是他對於很多日系的 對 資訊跟情報他都很知道 然後就說 SPEED的主唱 其實他們本來 是想要做龐克爾塔的 喔喔喔喔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 就是 可能是 羅賓森太紅了 喔喔喔 對然後就 就是有些民謠的 對 可是他們這個團有趣的是 你會發現他們 四個人嘛 四個人 然後三個人看起來都是民謠 但是那個吉他手 超級 看起來超級不迷 就是六四個人都會穿 五一兩品系列的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長髮 但只有一半 聽本人 對 長髮只有一半 喔喔 然後帶那種龜仙人墨鏡 喔好妙喔 然後帶帽子 然後拿雷斯坡 但他們也在一起那麼久 很久很久啊 對 就是聽 如果你聽音樂的話 就想說可能就是 也是穿龜仙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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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會形容嗎 對 就是 很有趣的一個團 很好聽 所以 那個是你的一個創作的氣候 嗯 因為 像是 嗯 台灣學吉他 你們學的第一首歌是什麼 是擁抱嗎 對 我是擁抱 喔喔 喔真的喔 就是像什麼社團什麼 就是很容易 就是比如說 你的第一首歌 就是學擁抱 然後像日本的話 第一首歌就是學SPEEDS的歌 哪一首是適合選嗎 就可以彈完了嗎 不只適合選 但是就是很簡單的 CG什麼的 然後就是 那首叫什麼 SOLA MOTOBERU HADU 或者是Cherry 就是很傳唱性很高的 國民歌曲這種 喔了解了 所以那是Mintown的 怎麼講 創作的下一個的起點 起點起萌 覺得這樣我也可以信格 是覺得 好像可以用歌曲來記錄一下 這些感受 生活的時候會遇到的感受 就像SPEEDS一樣 我差提一下 你那時候寫的歌 現在有出現在 這所有的單曲或專輯裡面嗎 沒有 不敢不敢 那你那時候寫的東西 跟什麼要管 跟什麼 跟什麼雲啊 他就不想被人家知道了 你要印尿 所以我這個是對阿 這個是可能 好像抽象的 抽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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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解救你 好 包容 你看吧 他不會改的 完全跟我腦中的設定 完全不一樣耶 真的嗎 我心中的歌曲他的時候你的故事是這樣 嗯 米卡 嗯 在日本念書 喔 可能 好喜歡這個 請繼續請繼續 可能是 可能是 不知道從高中 畢業之後 就是 跟以恆一樣 意外的 考上了日本的大學 嗯 或研究所交換 去 然後 或者是 交換 打工換術這樣 跟獅子比一樣 嗯 所以就是在那邊生活 嗯 然後 一個人 就是 在他鄉 有很多 想法跟苦悶 還有感觸 對 語言不通 對 對 可是 也喜歡這個民主 嗯 所以他開始學習這個語言 嗯 慢慢的 進入那個生活 進入那個生活之後 發現自己 也可以用這個語言來 來 來跟大家溝通 再進而跟自己溝通 就開始創作 欸其實 跟我想像的憧憬有點像 我一開始確實也是這樣想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嗯 在日本遇到一個 也是做音樂的 像是前輩般的朋友 哈哈 你的劇情 哈哈 叫毛毛 哦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 一起來做點什麼吧 這個台詞就出現了 哦 很熱血的那一種 對對對 就拿著筆 跟紙 在上野公園 哈哈哈 黑的畫面 黑的畫面 然後 一定要拿 Gibson J45 然後打工的 下班後的晚上 能寫歌這樣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是 是 是毛先到了 嗯 在就是那個 就是刷和弦 在在寫歌 嗯 然後密場就會背著我包 對不起我知道了 哈哈 就是打工的前輩 應該姚祖師嗎 姚祖師就是 糟糕的高中女生 對對對 對對對 應該是就是 前輩被前輩 就是有些工作招待這樣的 可能是一籃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就開始就是 越來越 然後 然後開始可能一開始是 呃 在車站 嗯 中拳小八 前面 哈哈哈哈 射 對對對 射骨祭 然後再去 哪裡 那個 啊 御手洗那邊 啊御茶水 不是御茶水 不是御茶水 是廁所 對 充滿敢做的舞姿 對 對 超級方便的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那個簽證到齊 等會來台灣 簽證到齊 對 對 我很重 回來台灣 然後開始要面臨工作的壓力 嗯 所以就開始去這場上班 因為有日文專長 嗯 畢竟在日本生活過了 對 很了解那種生態 但是放不下音樂這條路 嗯 所以就跟毛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做 隔世塔上的歌這樣 哇 哇 你剛才是即興的嗎 對啊即興的 優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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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優秀他優秀 我敬你一杯 我敬你一杯 欸各位聽眾 如果你是從中間開始聽 你剛剛講都是假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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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包子的想像這樣 對對對 其實他們 所以 Mika有去日本長期生活過嗎 沒有長期耶 但兩個 就之前我 因為工作有出差過 兩個月左右 嗯 那跟毛是怎麼認識的 毛毛是高中的時候的社團老師 喔 講你彈吉他的那個人 欸不是 我們那時候 哈哈哈哈 還好你沒有吐出來 不然你覺得吐到我 那時候 就完全不熟 那時候 後來是大學 我升大學 然後 那時候好像就是 就是高中那時候 社團老師嘛 然後有講好了 可是我不是選吉他 我好像不是選 因為他好像是教電吉他 然後我不是選電吉他 然後我好像是選 主唱什麼的 所以我也有點忘記了 嗯嗯嗯 就我那時候可能 我高中就蓋了一個 熱音社跟吉他社這種 有點不樂趣 然後然後 然後 嗯嗯 就是自發性的想要表演 就這樣子 然後毛毛那時候是 熱音社的吉他老師 嗯 就有講 就臉友 臉書好友 然後後來大學之後 我們就看到 欸那時候會看到他去 林晴的那個 那一場 演唱會 就來台灣的那一場 啊 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欸 你又是觀眾嗎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欸 既然就是 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其實是 事變解散之後 我才知道 事變 然後才知道林晴 那在高中的時候 嗯 通常大家會簡稱事變嗎 嗯 還是只有你有習慣會 會嗎 是嗎 東京事變 事變 其實我沒有聽過 可能是報索日文吧 日文都是吉他人吉他人 喔跟東萬很像喔 東萬 東萬 東萬是什麼 我最近看那個 東京復仇者 東萬 東萬是主角說出的 報索族的那個 幫派 報索很像我這種 對啊 超像我們家酒 報索族 Yanky Yanky 是Yanky嗎 對對對 對 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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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遇到了 然後那時候 就 就是有聊天啊 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 我好像在臉書上面問一個 效果器的問題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嗯 然後那時候媽媽就回答我 這樣 我才發現他其實是一個 然後 就是 效果器材 嗯 對於器材 但是我剛剛是不是 毫不猶豫的 對 來不及了 我覺得你很好操控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的 嗯 就覺得他 就是一個老師吧 就是 會很多東西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聽的音樂其實蠻相近的 嗯 就覺得 好像可以一起來寫 寫歌 這麼試試看 嗯 後來就是 才做團 嗯 所以就是核心 就是你跟媽媽 對對對 那順利嗎 很多事情 風風雨雨啊 哈哈 欸 風風雨雨啊 風風雨雨有沒有什麼 日文的那個 就是 色色 對 色色 欸 你留意嗎 沙斯嘎 天啊 哈哈 因為 對 對啊 對啊 因為 畢竟是一個 可能不像英文 是那麼 大家都那麼容易接受的 一個語言 喔 這個我感受超深 做到語言這件事 對啊 我們這種也是算一個奇怪的語言 哈哈 會嗎 你無國戒也 大家全世界都聽得懂吧 可是就是 有人會就會覺得 嗯 聽不懂 怎麼音錯那麼長呢 我也是 這是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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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啊這是什麼歌 這算歌嗎 擺我爸 欸我也要說我爸 你們可以寫中文歌嗎 對對對 你們可以寫台語歌嗎 你們要寫台語歌才會紅啊 對 懷我爸 那我插題一下喔 那Mika都到這個程度了 爸爸還會問這種問題嗎 會 會 還是會啊 一直回家就會問 會問你說什麼都會在明天之前看到你 那那個 欸這個不會 那我覺得那應該也是他們關心的一個方式 對啊 就那個你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 就說啊你怎麼不學 那 那 我再插另外一 你有可能有一天 有懷疑 或者 認為自己有可能會寫台語歌 台語歌 台語歌喔 有想過這件事情 沒有 沒有什麼自信 但我覺得就是 其實不會設限 不會設限 噢 就有可能 到了 一個年紀之後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想法 抽屁 那感覺是格斯塔少女到時候的骨子 大家如果是真的寫出來 大家就會彈一下其中的唱 沒有我剛才很感受 嗯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第一次聽祈祟 是來講過中文的 會嗎 我其實也是 喔這是第二次 因為我鐵雄跟 嗯 格斯塔少女共演過 嗯 然後 我覺得你們之間的talking也是 一定是日文 會不會 經常是日文 就是之前的小巡會就是 就是跟毛毛有比較深度的我們討論 就是跟想要把作品的細節啊什麼傳達給大家 我們就會使用中文 會有粉絲反應嗎 就是他們會很希望聽懂所有你們講的話 我相信會有了吧 會 我覺得還是會 但是大家也會覺得很特別 就是連talking也要再就是講日文 啊 我知道了 那你就會變成他們的speed 什麼意思 他們會為了你們去學日舞 有有有 就是前陣子因為 就是我會收到一些粉絲就是私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說 就是其實我不太聽日舞歌 然後但因為你們是台灣的樂團 然後我說我因為你們的歌去學日舞 但他竟然就是我覺得很妙是 他們竟然是為了一個台灣的樂團去學日舞 就是還蠻很特別 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感覺是一個通道或是橋樑 是開心的吧 開心開心 但日本的聽眾他們是可以透過我們的作品去更認識台灣 然後台灣的聽眾可以通過我們的作品 然後展開自己的視野 然後更去認識一些日本的創作者 展開自己的視野這句很棒 就是意外的收穫啦 可能當初在用日文創作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我其實第一次聽到他們 是在Stream 4上面 完全不知道他們是台灣團 我只是很大悶就是 怎麼會有樂團在Stream 4上面 我聽了快要兩個月 我才發現 欸幹他們是台灣團 哇 對我真的那麼久才發現 太太像了 語言真的看在改編音樂嗎 對 對啊 我也想說喔好好聽喔 那是台灣 我們來聊一點 稍微更輕鬆一點的話 因為關於這個創作的脈絡 等一下我們為什麼帶到這個專題 待會再說 但既然難得Mikang都來了 對 我們來問一下 因為Mikang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特色 大部分的形象是 就是唱歌的 在高中的時候 但是你在 歌唱上有的形象是自然的 唱 因為演出的時候 那錄音樂會分開 可是演出大部分會是自然的 喜歡彈吉他這件事 喜歡 欸其實我彈吉他是因為 我媽也會彈吉他 誰 我嗎 我真的假的 哇好帥喔 真的嗎 他以前是 就是那種民歌歌手 也不是歌手 就是他 那時候民歌很盛行 然後就會聽到他可能會唱一些什麼 慕眠道嗎 就那一個 那個年代的 對那個年代的歌曲 然後 一千元可能也沒有想說要學吉他 可是後來就是覺得 好像 就是 創作人要這樣做 會有點耳如木蘭的感覺 就媽媽可能 小時候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什麼 錦秀二重唱歌 有聽過嗎 有嗎 不是就是我們的這個點是 沒想到你的小時候已經是我們 國中吧對不對 還是國中 對對對 就是這個 在秀琴還不是演媽媽的那個年代 好 好 沒有 我剛剛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認識 好像不要講比較好 我認識一些女歌手 他也原來都是男生 可是他其實有一點點 覺得彈吉他有點辛苦 對 不說是誰 最近好像沒有聽到小松的消息 好好好 他休息一下 好 沒有沒有他只是覺得他會很緊張 稍微教我那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的根本就是自彈自唱 因為就像創作的方式可能也是用這樣子 吉他來的 對對對 然後可能一開始去接觸音樂的最初的那個媒介就是吉他 所以有吉他在身上的時候其實你是比較自長 那現在是用 會會會 反而會 現在是用什麼型號的情形 什麼型 來 器材宅的環節 我們最喜歡的 那我覺得我也不算什麼器材宅 就是我可能 我們試就好了 我可能買什麼 你講的很 你講的很 你喜歡用的情形 你講的很知性 對 現在就好 我們會把它就是用很器材宅 那種無敵的感覺這種 那種型號 很感知性 對對對 他是哪一個 現在是用什麼 孩子的型號 我的 我去年 那時候買了一把 就是我可能 人生真的 為了演出 然後為了音樂的路上 買的一把吉他 是Waterloo 然後那是福運的 用的 那個 Waterloo 就是他是那個 應該是那個吧 什麼 Colins的 喔 Colins的副牌 對 我幫大家檢視一下 可能有些觀眾跟聽眾 會 太多名詞 好 福運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吉他手 古時間 對 他是最明明的吉他手 喔 總之名的吉他手 對 曾經也跟林佑佳有合作 對 總之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 他自己的團 也非常好聽 嗯 這樣 對 我怕我念的不標準 對 好 那 這個琴的聲音是 你很心目中 就是很符合 很大哨音的 音樂的聲音嗎 欸 我覺得有 因為他其實 跟我的聲音還蠻 平段還蠻接 就是蠻搭的 就是我的感受 但其實我 可能也不太會說一些比較深的 就是 是不是 清清清脆的 對對對 跟自己的 亮亮的 聲音搭的起來 就是你會覺得 喔他們是融合在一起 嗯 是單線圈嗎 嗯 什麼意思 單線圈就是 是 就是他電影他上次 噢 他的那個實驗器是 細細的一條 還是 大大的 然後像一塊 金屬這樣 像一個肥皂 你說挖登陸嗎 對對對 你現在是暖身 挖登陸還沒有裝實驗器 欸 是木吉他吧 對對對 喔喔喔喔喔喔 那電吉他的 電吉他是那個 Jazz Master 喔喔 一切都解開了 綠色的那個嗎 對對對 最喜歡的那個 嗯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 像Jazz Master的話 可能特性我會覺得 他其實是有一點偏向 木吉他的特性 就是有一些清淬啊 然後 嗯 比較 該怎麼講 嗯 比較溫暖 比較甜一點的感覺 喔喔喔喔喔 然後 刷的時候那個音的顆粒感很清楚 嗯 我發現 因為Coco也拿了 好像也是 黃黃的主唱也是拿 喔喔 對 就是很有趣齁 都不拿他 都不拿他來彈Jazz 嗯 嗯 嗯 我問這裡是因為 我相信 歌大少女 一定 會 當初 Speed 像你一樣 會有人會 因為你們 也開始想要用日文 創作或是聽更多日文歌 那他可能本來有在彈樂器的話 他可能也會想要 把你的聲音當做一種 參考 嗯 所以 想要了解一下你的器材 讓他們有一個 方向 對對 如果說 假設你想要 就是 呃 朝這個音樂全靜 對 朝比較日本 就是 乾淨清脆的聲音的話 不要買SG 欸 真的嗎 欸 我覺得 不太 不太 直覺啦 就可以可以 就是任何 就是還是可以調整成這樣 可是就不會 不會那麼直覺 成是你的聲音 嗯 普遍好像日團的印象啊 就是 Tether Caster 嗯 對啊 Tether Caster 或就是Jazzmaster 比較多 對 龐克還是 SG還是比較容易出現在龐克的 米卡的效果器 是都是單顆的嗎 對 目前是 然後 然後 最喜歡的一顆 嗯 對對對 我喜歡那個 Bruce Guy 喔 是空間的女孩子 哈哈 欸 好酷喔 空間上女 空間上女 對 空間上女 空間上女 好 謝謝謝謝 對對對 謝謝 謝謝謝謝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 讓你 可以讓你做夢的效果器 哇 哇 這根本是效果器周刊的測標 對 那你做夢的效果器 呃 先是小小的字 格子塔少年 米卡 他是讓你會做夢的 效果器 用日文講就是 是大顆的還是小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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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顆的 是小的那個嗎 小的 我是用小的啊 沒有錢買的 哈哈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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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有啊 那個 畢團的KIMOX很有用 對啊 他只用這一顆嗎 但主要是那一顆 對 很讚 我聽過一個說法是他 他是會讓你的聲音聽起來變高級啊 哦 就是有一種就是 真的在原端上 哦 對 就是讓你做夢 那你咧 我們好像沒有問過你這個問題耶 我其實 你應該也是空間 我其實不是在用過一個月的 空間書吧 對啊 我也是空間大叔 空間大叔 啊 我有一個永遠捨棄不掉的 是 MSR CarbonCovid 那個delay 那個 ASMR 對 ASMR MXR MXR CarbonCovid 綠色的 哦 CarbonCovid Covid 哦 delay下午機 哦 我 我玩 我彈吉他到現在 他是一直都在我們下午機 哦 從來捨不得 看著你長大 我也有這麼 我也有這麼一顆 你有這麼一顆 剛好遠是空間系的 BOSS的D6 哦 Digital Delay的6 是這一個嗎 是哪一個 DD6 DD8來了 你也不會換掉 沒有 就是DD6 就是DD6 對 我的 我對他有一個 不會想要跟米康一樣 有一個 就是 很帥氣的測標 對 你的測標是什麼 他冰冷的很有溫度 你可以用這個 我可以用這個 冰冷的很有溫度 寒冷的溫度 為什麼他這樣說 我感覺就是 讓我們整個節目加分 學術的研討會 學術的研討會 沒有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Digital Delay 就是 很沒有溫度的 冰冰的 塑膠塑膠的 但他對你有一個特別的情感 說你有溫度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Digital Delay 先來點文字文字 再再 再 好 好帥喔 因為他真的太顯眼了 就是 Digital Delay 他的 Delay一直持續下去 他聲音不會變 他就是會一直就是 一樣的聲音 然後 像剛剛你的那個 Karbonkobi 他是類比 他是類比 所以他那個聲音會慢慢 就是 扭曲掉 所以 會覺得比較溫暖 對 可是我反而覺得 當然我也覺得好聽 可是 我有用 原來是 用類似的東西 可是 可是像 我覺得Digital Delay 就是 他冰冷 到時候就覺得很帥 一無反顧的感覺 喔你是這樣想 對 我就是只會 這個聲音 怎麼樣 你 你到底要多溫暖 你不然拿一個暖暖包 放在等一下 煩死了 對 懂了 懂了 好的 好的 欸我差提一下喔 在 在編曲跟創作上啊 我很好奇 你跟毛毛的討論會怎麼進行 嗯 怎麼進行 這個欲言柚子的氣氛 我想一下 還好毛毛沒有來 嘿嘿嘿 沒有啊但我們 已經目睹很多對組合 就開始吵起來了 但我們其實 剛剛有那個迷一樣的動作 就是我們其實蠻少因為創作吵架的啊 喔那所以都是為了 沒有 要吃什麼 對 對 你們看起來應該是不會為了創作床下 我吃太多之類 蛤 那他都說 他覺得 我的食量比他大 蛤 蛤 不知道會 會聽我的 你覺得他效果嗎 算你求救金字 有覺得嗎 我的食量有比媽媽大 他說我們沒有一起吃過很多的東西 我現在吃 Mikhan的食量 你什麼叫做大 你怎麼定義你的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他覺得我吃的量比他多 他覺得我吃的量比他多 我知道 他會擔心 影響到演出嗎 就可能吃太多會脹氣 之類的 聽起來蠻像是嗎 媽媽會不會看呢 要緊張 絕對會 我會寄給他 我覺得他不會看 媽媽我躲你也不會看 我覺得這個不像吵架吧 是像鬥嘴吧 對啊 對啊 創作的過程 我覺得 應該通常有時候 其實我們有 蠻多樣的創作方式 一種是可能 我從彈唱 然後先丟一個東西 然後他再去編 然後第二種是 他已經有一個背景的東西 跟一個 他想要傳達的 大概的風景或概念 然後給我 然後再寫 然後還有一種是 就是 一起寫的這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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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也是可能是 就是一起在一個 同一個空間寫的這種感覺 可是這其實比較 在我們的相處上比較少 也是吧 那這三種狀況 在這張專輯都有 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各 大概是 講出一首 像 你自己寫的 我自己主導的話 應該是 再見 對 再見 然後媽媽 我想一下 有什麼 有什麼歌 哈哈 那死了 可以看一下嗎 等一下 是兩個人之間的 微妙ですね 微妙 結構微妙ですね 對 對 對 我很想不知道 除了日曜日之外 我很想不知道 不知道是誰寫的 不知道其實是 喔應該是算第三種 就是一起寫的 一起寫的 在同一個空間寫的 然後 然後 笑毛毛的 然後想抓分 毛毛 Under a tree 吧 喔 有有有 就是他整個背景是 他 就是可能在那邊亂糖 然後就開始唱 有沒有 可以拿到上野公園吧 喔 就是這首 對 上野公園 這首歌 就是 對啊 他就是 我就想說 是要把它做成一個 預言故事的感覺 嗯嗯嗯嗯 對 有 大概是這樣子 跟那個很像 合約團 喔 我也覺得他們的模式 可能跟合約團 就是 都會有各自主導的 嗯嗯 那企劃跟文案方面 會是你的負責嗎 對 比較是這個 但毛毛編曲的方面 負責比較多 就是進入都是 就是 他是一個producer的感覺 喔 我 我一直覺得 大家都叫毛毛嗎 因為我一直以為 他 我就叫他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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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那個 中文名字的 日文翻譯 對對對 那我可以叫他毛毛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覺得毛毛 就是 我覺得毛毛 毛毛在這張專輯的其他 哇 之前比較也是一樣 就是 就是 對我來說 就是跟我剛剛講 Digital Delay 有一種類似的風範 那很酷的 溫度 對 就是 尤其這張專輯的 很多獨奏的環節 又更 就是 他其實一直在重複一個句子 嗯 然後 他重複的時候 你會開始懷疑 會不會下一句 有一點什麼變化 就是音色 嗯 跟還是彈的音 沒有 就是要這樣 沒有 對 所以這個意外性 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特別 嗯 因為其實你說 因為其實說很日系 但是 其實因為很多日系的音樂 他們是 不變會很痛苦的那種 嗯 就一定要塞很多過門 一定要做很多 很滿的事情 嗯 可是所以這張 在旋律上跟 聲音的 滾音 或者是擺放上 我覺得很 很日 很日 可是 可是在這一點上 就有一點 自己很獨特的做法 嗯 像有些地方 我吉他手 我自己聽 我會覺得 哇這個 這個tone真的是很 很 很 不會真的想要這樣做的tone 嗯 可是很 有點極端 可是 就是放在這個音樂的 混音裡面 就很合理 好聽 對對對 就是 是一個很獨特的事情 辨識度很高 嗯 毛毛 他是 他其實 比較多的狀態是 可能一邊錄一邊混 哦 就是 比較特殊 就是他可能會去 一邊錄一邊檢視他的頻段 什麼的 然後去改一些映射之中 就可能比較 一般可能樂團是 錄好了 然後再 請混音師混這樣 嗯 那因為這個混音也是 他自己負責 所以 就是會有一道這樣的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做 好省 哈哈 哈哈 在那毛毛爆肝啊 爆肝 對 希望他身體健康 對 對 健康 所以這樣聽起來 那你們的分位也是真的蠻清楚的 那當然也難怪你會想要複合大部分 企劃的部分 哦 但這件事情是慢慢自然而然形成的嗎 還是其實一開始就有共識 就是我負責這個 你負責這個 嗯 應該是有點自然而然 就是可能彼此 嗯 的視性 對 應用自己的 比較 嗯 我剛才想說那個中央的強 嗯 比較得意的 得意的 那個分野 拿手 拿手 得意分野 好得意 好得意 你只是把漢字講出來 拿手 拿手 你只是把漢字講出來 拿手的部分 你就是領域 啊 我覺得這樣對你真的很好聽 好聽 然後而且 但是我自己是會 很希望如果假設你是第一次聽 歌詐商語的歌 然後你都是日文 然後你 沒有辦法馬上知道他們的歌詞講出來 會有點可惜 沒事沒事 絕對不是巨人 對 你地名 還沒還沒 對 呃 我自己很喜歡一首叫 怎麼了 還笑唱 沒有那個上面 地名 對對對 繼續 親愛 我想我要解釋第一名是什麼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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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有一首叫 我不知道唸是不是 Uzu嗎 Uzu 對 Uzu 是我很喜歡那首歌 可是我不知道 他在講這 哦 對 所以我會希望 好 好啦 反正我就推薦這首歌給大家聽 然後 你可以講一下這首歌的歌詞跟故事是什麼 這首歌其實是在寫說 就是像我們 玩樂團嘛 嗯 經營樂團 就是很多你可能會遇到一些跟生活的拉扯 然後 就是像一個 就是洗衣機裡面一直在滾滾的狀態這樣 然後 Uzu的意思是 漩渦的我 然後就像那個漩渦一直 你要一直 你一直追逐著 然後 一直要跟 就是生活啊 什麼 現實的一些狀況去 平衡啊 什麼的 就是一首這樣子的歌 不是台語的玉圖嗎 那是Uzu Uzu Uzu 啊這個是 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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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有點像 對啊 對 Uzu Uzu就是漩渦的那個 對 然後 真的是 希望大家 其實我 我覺得 像我 我自己也是 因為做了黃宇涵的專輯 嗯 然後 我會去 呃 編完之後 或者是一邊編的過程當中 我就想要去看他歌詞寫什麼 然後我才 我才 知道 因為這個歌是在講這個 嗯 然後 他裡面用的客語 的語法跟用字 是有一些 像禮語的東西 是 我們一般講過語 不會 不會出現 我覺得這就很有趣 因為 如果你是透過這個歷程去 接觸這首歌 或是學到這個語言的話 那個印象就會很深 對啊 真的是一個 希望 會不會 反正被放在一些什麼 日文教材裡面 這集嗎 台灣的日文 普習班 的 那種 教材裡面 就是今天 教大家 葛事大少女的摩手跟歌曲 好像有耶 大家 日本那邊 對於西文 對 日本那邊 對於 的 就是 就是葛事大少女的 這個團的存在 應該是 很開心的吧 有 但 大家感覺有時候 會有一些什麼 覺得很驚訝 就是聽了一陣子 就才發現 欸 竟然是太完蛋了 太完蛋了 對 很開心嗎 我希望他們覺得很開心 對啊 對啊 有啦有啦 想必有 那個 騎行種 騎行種 騎行種有嗎 騎行種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之前 去日本演出的時候 沒有對於日本觀眾的反應 當然 大部分會覺得他們很 很熱烈 可是你不會也會擔心 他們是不是太 太溫柔了 喔 就是太 就覺得 他們很難心 所以我這樣抱一熱烈的長生 對 那是不是真的有 喜歡 還是真的有那麼 傳 被傳達到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我反而會有一點點 就是 就是 會在意 對 有點在意 真的是這樣 對 可是我當然 當然 他們的 鼓勵跟他們的回合 都是真的非常開心的 對啊 因為就是 就會真的覺得是沒有融解 對 不過就像你講的吧 他們如果 很常下班之後 會有這個娛樂 我猜他們在那個時候 應該也不會有 過多的 的 包袱 我猜他們應該是打了心底喜歡 對 你們的音樂 嗯 應該也很痛苦 都不能去這輪演出 最近 這三年 這三年 欸三年了嗎 今年是第一 第三年 是因為這樣才能寫出這張專輯 因為很多其實是疫情裡面就是 這個 利用這個時間寫的 嗯 所以 它叫變形重的意思也是因為 就是 你覺得有呈現出 你們的不同風貌 嗯 因為像 我們的歌曲其實一直沒有固定說 想要被什麼樣的曲風拘束 嗯 然後其實 這一張專輯的名稱 也是呼應這一個 我們一直以來的作風 嗯 很有趣 因為我反而覺得 這張專輯 風格很一致 其實不是感覺 真的嗎 我會覺得 這是 還是 你們覺得 喔對不起 怎麼你要說什麼聲勢發言了 不是 欸 還是Minka 你們有抱著很大的 曲風的突破來想這一張嗎 曲風的突破 沒有欸 嗯 可是 但是可能是有跟 以往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比如說 木吉他的配置變多了 嗯 喔這倒有啦 這個這個有 有加入一些就是 就是合成器的東西 這樣 在配唱上你自己有 覺得有什麼 比較 辛苦或是不一樣的地方嗎 嗯 還好 但你覺得好像長大了嗎 可是會回去聽自己以前的作品 會覺得 喔很像 什麼都要來一個 太甜了 有點太可愛了 喔 喔 我懂我懂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有差別 嗯 就是 就是 那好偶內桑的那個發言 偶內桑 就是 嗯 就是覺得 可能就成軍這幾年 六年了吧 六年 第七年 一來 也是覺得 嗯 就可能回頭看就會覺得 喔 有 比以前更長大的一些 我覺得 所以這個女生也是 一個長大的表現嗎 長大的 就沒有笑啊 好難過喔 不是 不是啦 就很酷很酷 有啦有啦 他真的有那種 很冷的 很 就是 高冷 以前是少年漫畫 然後現在就是少年 就是再大一點的 年輕取向的漫畫 大人漫畫 對對對 大人漫畫 大人漫畫 很奇怪 一講就有點 好 我來講一下我 我聽到專輯的感覺 對 為什麼會覺得是一致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張專輯 比以往的專輯 聽起來又更 Band sound 對 雖然你說就是 可能木吉他的 東西變多 然後 合成其他東西也 開始嘗試進去 可是我覺得他 聽起來的感覺 都真的會讓人家覺得好像 真的坐在 一個 你們的舞台 包圍著我 聽的人 在演奏 跟唱起來 對 可是 可是這個曾經是 很乾淨的 就是跟之前你們的作品比起來 像我 我那天還得利又回去 聽了一次 那個 呃 Nice to meet you 跟Cookie 其實我 講個笑話 我本來以為Cookie那首歌 就根本是餅乾而已 餅乾 餅乾 Cookie嗎 對 他沒什麼叫空氣 哦 因為那個有時候平台是顯示英文 對對對 然後我用Apple Music 然後又寫Cookie 然後餅乾 然後 為什麼這樣拚 對 所以我覺得那兩首歌也是 我覺得很好聽的 可是 他在聽覺的畫面看起來 就是有一種 東西稍微比現在還要多的感覺 嗯 就是感覺想要做的比較滿 然後這一張的東西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然後是用一個很少的東西 但是營造一個 剛剛好 剛剛好的 長大的餘韻 對對對 就是跟你剛剛說長大 其實我覺得是呼應 哦 對對 然後 然後因為這個感覺從 intro 我一直聽到 最後一首不知道 我都有這樣的感覺 對對 就是 例如說你會覺得 on the tree 跟 呃 如果日曜日好了 就 就是聽起來 編字差很多 嗯 可是聽起來那個豐富 跟那個感受 就是那個滿的那個感受 差不多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個是 我覺得他很一致的 哦 好酷喔 對 可能也許啦 跟變成童是有一個一樣的概念 就是 他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他可以變成各種面貌 可是他是同一個東西 嗯 所以他的 一致性是有 對 可能是這樣 老大 老大 大概是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覺得 因為像這種 呃 最 最直接的感受 嗯 其實我們 有時候創作者的本身 他其實不太會發現 嗯 然後就獲得這種 就是 大家的觀感會覺得很開心 畢竟我也被你的 經濟人訓練過 寫了不少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日文 對那時候一個就不要寫一篇 哦真的嗎 好開心的感覺 還不錯 是寫日記那種嗎 就是 呃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呃 東京都圈這個 自媒體 就是 呃 的本專在疫情期間呢 就是 小弟我 就是每個禮拜 我有看 你有看 禮拜五 有一個小專欄 會介紹一些就是 新發型 或是我很喜歡的 日本相關的歌 對對對 對 對對對 然後Pixco的瑞俊有寫過 對對對 大咖也有寫過 對對對 嗯 嗯 很有趣啦 我覺得有改變我聽音樂的習慣 哦 然後也改變我看事情的習慣 就會變得比較 嗯 犀利嗎 比較快 比較快 哦 你都很快的抓到你的重點 查思捷稿 哈哈哈 還是 然後 然後 你會就是 比較習慣 可能 呃 聽一首歌 然後用比較快的時間去分析 或是感受他的 就直接 對對對 好像會開始 越來越可以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哦 會比較射身處理 然後會 會聽見 下雨的聲音 不是 會聽見 哦 沒有 呃 會聽見一些 別人沒有聽見的東西 對對對 好的 恭喜 八片 那有沒有什麼 要特別要講的 一定有吧 有吧 專長 對 對啊 對啊 4月10號 4月10號 高雄Live Warehouse 高雄Live Warehouse 為什麼我要附送 哪有啊 4月10號 4月10號 在Live Warehouse 在Live Warehouse 然後4月14號 4月14號 在台北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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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相見 與你相見 對我們兩個 不會在台上 不會 不會 不會出現 有很多精彩的嘉賓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然後 又到了這個節目的定番 好感動喔 終於有一個 了解定番 這兩個字 第一個 對對對 這還有人問我們 什麼是定番 有人反問我們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對對對 嗯 我們這個節目的定番 就會問說 就是這個樂團 或是這個音樂工作 帶給你的人生 或你的生活 帶來的什麼 以命感來說 因為你其實 呃 之前還要來上班嘛 對 那我相信 歌唱上的工作 一定是 有更 也不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 嗯 那他一定 為你的人生 跟生活帶來很多東西 或是 呃 想要聽聽你怎麼跟大家 分享 這個團 在你的身邊都拜你的角色 我覺得 樂團 帶了我們去很多地方 就是 一個旅程的感覺 然後 嗯 可能對於自己的事情 或是自己想要 朝著的目標 然後 你會隨著你的 就是你會隨著你的創作 然後更有一些 很明確的一些 呃 景象啊 嗯 然後 雖然那個 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 嗯 但你可能回頭看你的 創作的作品 你會 會有很多感觸 就是像 這樣子看自己的 現在的作品跟以前的作品 你會覺得 哦 這裡好像長大了 嗯 它是一個 呃 紀錄你每一個 時代 每一個 時代 每一個年紀 嗯嗯嗯嗯 時期 對你想的什麼事情 然後 人生的里程碑的感覺 就是 像是這樣 發行作品 那些 音樂 嗯 嗯 帶 帶著 自己去很多地方 這種回答 已經是第 第一名 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都講 那確實 也是啦 對 所以你可能當初 創作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想到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情 嗯 的確 呃 以前就是 有人跟我說 做 專輯 怎麼了 我好像知道你的講什麼 但我想聽你講 就是 很尷尬 所以有人跟我說 做專題或做EP 就是在記錄 當下 自己的狀態 嗯 是這個嗎 不是不是 我以為你要講號 哦不是啦 對 好 就是 我們這個節目的 第一個嘉賓 叫 庸俗救星 然後我們也問了這個問題 我說 請問庸俗救星 帶給你什麼 然後 他們的貝斯手 羅浩宇先生 我錢與權 他說帶給我 錢 錢與權 對 錢與權 錢與權 我是不知道什麼樣的錢 以他的實力跟地位 我相信絕對有 有 有 他是神一般的男人 神一般 Kami-sama Kami-sama 對 Kami-sama 對 我覺得其實 那也許這張專輯 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他做到了 你剛剛說了很多事情 就是你在這邊體會到你長大了 然後你也體會到 你的多樣性 跟哥斯大少女的團名 好像也有點不一樣 然後 然後 就是 對 所以如果大家也想要參與這個 這麼重要的時刻的話 一定要去 他們的專長 再講一次 4月 你講 10號 在台北Legacy 蛤 不是啊 4月10號 在高雄Live Warehouse 對 我再 我再你補一次 4月10號 在高雄的Live Warehouse 對 4月14號 在台北Legacy 對 都有很厲害的嘉賓喔 對 即將會公佈 應該這集上完之後就已經公佈了 已經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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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台北是曼達嗎對不對 對 曼達跟俊瑋 就點閱和的聯文 好 在想要怎麼剪 好的 欸欸欸 你不能剪掉 不能剪嗎 壞喔 太壞了 會被遞名 好 我不會剪 對不起 對不起曼達 對不起大家 對阿 對 好的阿 XD 幹 變好尷尬喔 沒有 今天做很多工作 沒有 我今天在台北Legacy 風神普普 他去了三個地方 他去了三個地方 辛苦 不會不會 勞我們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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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一個弦入 我發現我講的時候 在錄音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會超驚訝 我現在會講這句話 然後 YA YA 就是這個好像是有 到底 對可是有一點 是不是有一點 不是那麼 客套 對有點太客套的錯吧 是嗎 可以嗎 好像也 YA 會刻套嗎 有點害羞的感覺 好吧 那既然都這樣 這集的最後 我們請Mika來跟大家 教一句簡單的日文 謝謝大家的收聽 太難了吧 超級加分 我沒有打算要護照 對 真的很不錯 謝謝Mika 謝謝Mika 謝謝Mika